独居女人家里突然闯进一个黑衣人 这一幕刚好被对面的邻居看到 男人吓坏了 慌忙下楼查看 可诡异的是 女人的尸体竟不翼而飞 楼下的保安称 这里什么都没发生过 男人急了 自己亲眼看到一个女人被人从楼上推下 就住在25楼B座 可保安却说 25楼B座 那根本没有人住 要是还在管理处呢 怎么可能呢 男人不信邪 非要上楼看看 找了一圈 还真没人 见鬼 自己明明每天晚上都会看见她 突然 好在只是一场噩梦 女人在身旁一直守着她 两个小时前 她找女友给自己做心里疏导 没想到睡着了 一睡就是两个小时 她向身旁的女友阐述事情的原委 女友劝她 多出去散散心 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男人听了女友的话 回自己从小长大的九里村散心 可只要到这里 男人就会回想起给姥姥出病的场景 望着姥姥的遗像 闻着枕头上童年的味道 突然 又是幻觉 晚上睡觉前 男人看着姥姥的遗像 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她把遗像扣过去 终于睡着了 墙上飘出一缕白烟 男人顺着白烟跟出去 好像前面有个小孩 在给她引路 怕鬼使神差般 来到一处破旧的屋子 这是她记忆深处最恐惧的地方 顺着门方向离开 一个刚刚洗完澡的女人 穿好衣服 突然 男人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又是一场梦 女友问男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 经常看到楼对面的女人的 男人想了想 大概一个月前 刚给姥姥办完丧事 打那之后 男人每晚失眠 都会看到楼对面诡异的女人 两人好像心有灵犀 神秘女人想什么 男人都清清楚楚 女友给男人放一段音乐放松 这音乐男人耳熟 小时候 他们村子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 男人经常吹这段曲子 他们是村里请来的水稻技术员 女的打下手 长相清纯 村长来迎接他们 跟你再看 村长的手不老实 男人赶紧推开 也不奇怪 穷乡屁壤 来了个这么干净漂亮的城里人 换谁都得心动 清纯的女人 迈着妖娆的步伐 扭着动人的身姿 从几个单身汉面前路过 他们哪见过这样的大漂亮啊 恨不得冲上去把大漂亮给拆了 可人家有老公 而当小咖来就眼馋吧 但好景不长 也不知是意外 还是被人陷害 女人丈夫下水电雨 被电死了 这下大漂亮守寡了 全村的男人都坐不住了 尤其是这光棍 深更半夜的喝得烂醉 都看大漂亮洗澡 看得两眼直放光 刚准备喝口酒压爱惊 啤酒瓶子刮墙上了 大漂亮听声音出来 一顿臭骂 光棍跌跌撞撞的跑出去 而这一幕被两个村民看在眼里 然而就在第二天 村民去大漂亮家里送菜 发现大漂亮惨遭杀害 警方列调查 两个村民把光棍那晚 去大漂亮家的事全盘拖出 警方直接找去光棍家 光棍跪在神像前瑟瑟发抖 再加上在他家发现了带血的鞋子 一时间光棍成了重石之地 可光棍是村长的弟弟 托人找关系 硬是给弟弟办了个精神病 就这样 这件案子至今未破 女友听完大胆提出猜测 可能楼对面的神秘女子 就是儿时记忆里的大漂亮 可每每提到这个话题 大漂亮被害的场景就历历在目 甚至这些零碎的记忆 男人都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 善解人意的女友决定 陪男人回村 一起找回这段零碎的记忆 见鬼了 男人下车见到第一个场景 就跟自己梦境中的一模一样 连人去找当年大漂亮遇害案的警察 可当男人提起大漂亮时 老警察竟慌张的茶杯都拿不稳 原来这件悬案一直未破 这件事成了老警察抹不去的伤 老警察拿出当年的卷宗 虽然早已经退休 但这件事 老警察始终没有放弃调查 老村长猥琐的摸着漂亮姑娘的手 被一旁的男友尴尬的挪开 可不久后 男友电鱼被意外电死 女人也被离奇杀害 二十几年过去 这宗命案一直未破 可老警察在退休后发现了端倪 老村长每年都会去女人的坟前祭拜 没人知道老村长为什么会这样 直到这一晚 男人拿着手电筒 再次回到记忆深处的那个木屋 突然 男人鬼使身摘般来到一口井旁 这口井男人记得 在他儿时的记忆里 有人把一把柴刀扔进了这口井里 可他说什么也想不出是谁扔的 第二天 派出所动员下井打捞 果然打捞出一把柴刀 可你仔细看 有两个人默默离开了 其中一人是男人的舅舅 另一人正是老村长 凶手应该还在村里 果然 这万凶手找上了门 趁着男人熟睡 身穿鱼衣 手拿柴刀来暗杀男人 正好男人被噩梦惊醒 起身躲开了 男人追出去 跟黑衣人缠斗一起 但男人落了下风 正当黑衣人要劫过了男人时 女友及时赶来 打走了黑衣人 凶手嚣张到这一地步 村长召集所有村民 趁男人已经看到了凶手的模样 主动站出来算自首 从轻发落 可就在这时 老警察提出了疑问 你和冯老师一起离开了打捞现场 雨停之后 你才回到张警官的 这中间 你什么意思 老警察之所以怀疑村长 正是因为他常给大漂亮上坟 并且曾经想把大漂亮 放到自己身边当会计 除了村长 还有一个人很可疑 男人的舅舅 因为他跟大漂亮 曾经是童年级的校友 两人曾经很可能认识 至于谁是凶手 警察早就设好了套 对爱放出 那晚看到了凶手的长相 凶手就一定会想办法逃走 于是他们在村口设了毒卡 万万没想到 这个人竟然是村长身边的会计 警方将他逮捕 会计将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那晚会计喝醉了 正好路过大漂亮家门口 因为村长曾经想把大漂亮 放到身边当会计 会计怕丢了饭碗 于是心生忌恨 他悄悄流进大漂亮房间 见色起意 可万万没想到 大漂亮给他侮辱了 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个 于是把大漂亮残忍杀害 本以为一切水落石出 可下一秒 男人再次惊醒 原来这一切还是梦境 女人安慰男人一通 准备回去工作 两人像往常一样道别 却万万没想到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男人开车时 突然踏出一条播报 本台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一凡 三天前遭遇车祸生 男人懵了 脑海浮现出各种跟女友的回忆 可女友从门出来 却变成了心理医生 原来就连男人的女友 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女友只是男人为了挖掘出儿时的记忆 幻想出来的一个完美人设 把心理医生完全幻想成了女友 事情还没有结束 就像他幻想出来的女友曾经说过 人最痛苦的就是 当你把所有的拼图都完成了 说什么都找不到最后一块 男人的回忆渐渐被唤起 他似乎找到了记忆深处的最后一块拼图 原来自己舅舅跟大漂亮 曾经不仅认识 还是情侣 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分开了 但他依然爱他 因爱生恨 舅舅知道大漂亮的男人要去垫鱼 给了他一个坏了的垫瓶 导致他被垫死 而大漂亮都一清二楚 他把舅舅痛骂一顿 舅舅借酒消愁 就着酒劲来到大漂亮家 而大漂亮刚好被会计砍了几刀 但没完全死透 大漂亮慌论中 把舅舅当成了凶手 死死拽住不放 舅舅一不做二不休 痛下杀手 而这一幕正好被儿时的男人看到 男人终于想起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可你再往下看 至此电影结束 这部青眼表面上是惊悚片 可全片一直反复强调一句话 男人经常不知道自己身处梦境还是现实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隐喻 他小时候七眼看见舅舅杀人 但因为舅舅在自己的心里德高望重 他没办法接受舅舅是个杀人犯 所以在记忆深处刻意避开这个事实 久而久之 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只有真正去面对 才能找到那最后一块拼图 好了是AJ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双连